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这样帽的编织方法 那这款帽子呢,帽顶部分是一个镂空的花形 我们把这个帽顶勾好之后,接着再勾这个帽深 深度呢,勾完之后,然后帽边这里又勾这个 一个花形这样过渡一下,最后我们再勾帽颜的这个旋转花 好,这是这款帽子的一个编织顺序,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这里呢,目前我是勾了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学习这款帽子的编织 我们先勾第一圈,12个短针 材料包里面呢,是配有这个用线还有勾针工具 拿出这个双头勾针4-0这一头去进行编织 首先拿好线头,将线在手指上,上线一次 然后再要一次,线在手指上有三根线 同时捏住这三根线,把这个线圈呢,这样取下来 接着左手挂线,这里给大家讲解两种挂线方法 第一种呢,这样小指绕线,然后实质条线,再进行编织 那第二种,直接将线放在小指上面,然后实质带线 这两种挂线方法都是可以的 大家呢,看你自己的掌握用哪一种都可以 左手挂好线之后,把线圈转过来 大拇指和中指就捏着线圈,这样拿好 然后勾针穿到线圈里,放到线的上边 好,绕线,从这个圈里勾出来 然后勾一个变子针,绕线,从勾针上小圈里 把线勾过来 这个变子针呢,是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的 它是不算针数的,就是起立点高度 再去勾这个短针,那看一下短针的勾法 勾针穿到这个线圈里,这样穿针过去 然后绕线,勾出,勾针上两线圈,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这个呢,就是短针的勾法 那看一下这个针目 针目呢,是一个V的形状,小辫子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第一针上呢,标记一下 像这样,侧边穿过来,内侧扣住这个V的形状 扣在这个第一针上 然后后面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共勾12个短针 接着第二个短针,穿进线圈,绕线,勾出 勾针上两线圈,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第三针,穿针,绕线,勾出 好,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第四针,穿针,绕线,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每勾完一针呢,这个后边就形成这个小辫子 这个是针目,就要勾是第一针 一二三四 好,这里的短针呢,已经是比较慢的演示了 先手功能呢,可以多练习一下 后面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了 把这个第一圈的十二个短针呢,先勾好 再看一下后面讲解 第一圈十二针勾好 在最后一针上挂上几个扣 然后把这个圈呢,收紧 将织片这样移过来 这个线呢,这样拿好 然后拽动这个线头,这里呢,是有两根线的 大家观察一下,其中有一根线会缩短 这样拉一下 然后我们捏着缩短的这根线,将这根线往右上方提 这样提线的时候,这个线圈就收紧了 好,然后手指撑到里面,这样给它拉紧 收到差不多之后呢 然后拽动线头,直接将线圈收紧 这样绕两圈呢,会更牢固一点 那这个帽顶,花形它是录空的 所以这个孔呢,也不用说收到特别紧 就这样也可以 第一圈勾好之后,给它勾引 把这连接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针上边是一个辫子形状 穿过的是这个针目 然后这个线头给它放在勾针上 和颜片捏在一起,接着勾针这样绕线 好,勾线出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勾引拔针连接 引拔针的勾法就是前面的线 从后面线圈里直接勾线过来 这样给它引拔连接 连接完之后呢,这个后边会有一个小辫子 这里呢,就不用拉紧了 好,后面再勾第二圈的时候呢 在这里还有入针 那看一下这个第二圈的勾法 第二圈呢,首先勾四个辫子针 绕线,勾针上线圈里勾过来一个辫子针 小辫子样的形状 绕线勾过来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这里呢,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这个第一针上 好,给它起了四个辫子针 接下来呢,我们这边 空掉第二针 看一下,空掉第二针 在下一针位置,勾短针 那我这里第一针上的叫扣端就拿下来了 好,空掉我刚刚标记的这一针 下一针位置穿针过去 然后线头放在勾针上 这样你在勾的时候可以边过边藏线 绕线勾出,勾短针 这样勾完你看形成一个路空的这个小孔 第二圈勾完一共有六个这个孔 那接着再勾四个辫子针 绕线,勾一个辫子 二,三,四 然后后面呢,还是要给它 看一下,空一针 在下一针位置勾短针 那就传到下一针地方 好,然后线头放在勾针上 勾短针 给它连起来 再勾四个辫子针 一,二,三,四 好,空一针,下一针勾短针 一,二,三,四 空一针,下一针勾短针 这一圈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 勾完 一,二,三,四 空一针勾短针 好,然后再接着 一,二,三,四 最后你看是空掉绩要扣最后一针的 然后就是和我们前面引拔之后 小辫子的地方呢,勾一个短针 这里勾短针或者引拔针都行啊 就是给它连起来的 好,这样第二圈就勾好了 你看六个小孔形成这个滑瓣 然后接下来呢,勾这个第三圈 首先呢,直接到这个第一个大洞里 看一下,直接穿过去 线头这个时候还有 我们就继续给它藏 给它放在勾针上就可以了 然后勾线过来勾一个短针 大家可以在这个短针上挂上交口 侧边穿过来内侧扣住针目 标记一下 然后接着勾一个中长针 看一下中长针的勾法 勾针这样绕线 穿到大洞里 穿过去 绕线勾出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好 接着勾一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 勾针这样绕线 穿进去 绕线勾出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勾过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 勾过后两个线圈 接着再勾一个长长针 看一下长长针的勾法 勾针这样绕线一次 绕线第二次 勾针上有三根线 中指呢 可以稍微按一下 辅助一下 然后再穿到线圈里 穿过去 绕线勾出 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我们一次勾过两个 绕线勾过前两个 绕线勾过前两个 再绕线勾过最后两个 看一下 这就是长长针的勾法 那我们现在是勾的这个花瓣 可以将线呢 也可以这样稍微移一下 到这边呢 再勾长针 中长针 短针 这个花形过渡下来 勾针这样绕线 穿到线圈 勾出来 勾过前两个 再勾过最后两个 这是长针的这个勾法 接着是一个中长针绕线 穿针过去 勾出来 中长针直接绕线 勾过三个线圈 接着是一个短针 穿针过去 勾过来 勾过这两个线圈 那你看一下 这样这一个花瓣呢 就勾好了 这一圈 后面呢 就是每个孔里 都是按照这样的勾法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二个哈 因为接下来就是重复的了 直接穿到这个大孔里 穿针过去 线头还是要藏好 勾线过来 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勾过前两个 再勾过后两个 一个长长针 绕线一次 绕线第二次 穿过去勾出来 一次勾过两个 长长针呢 它就是高一点了 这个地方线 扭可以勾慢一点 好 就是这个花形 最高的这个针形勾完 然后接着勾到这一边 一个长针 绕线 穿过去勾过来 勾过前两个 勾过后两个 绕线 穿过去勾中长针 再穿到这个孔里 勾短针 第二个花瓣就勾好了 总结一下 就是 直接穿到大洞里勾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长针 一个长长针 长长针居中 到这边对应 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花瓣 后面就是重复这个方法了 然后这个时候线头 基本上藏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剪掉了 剪掉的时候呢 稍微余一点 余一点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打火机 在这个线头 给它烧一下 注意不要太近 打火机是自备的 给它这样按一下就行了 好 后面呢 大家把这一圈的花瓣勾完 因为都是重复部分了 就像这样的一圈的花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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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